据外交部网站5月10日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 中国家中亚五国外长第二次会晤 将于5月12日在陕西西安举行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主持会晤 5月4日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比尔纪 与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肖会谈时曾表示 中国家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 是中亚国家同中国深化合作的新模式 期待该平台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及促进地区发展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2020年7月16日 中国家中亚五国通过视频方式 举行了首次外长会晤 通过并发表联合声明 会上王毅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和中亚合作基于双方共同需求 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影响本地区的双多边合作 4月29日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军队 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交火 交火功造成双方约50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此次中方主持中国家中亚五国外长第二次会晤 致力于维护地区安全 加强多边协作 定会对中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积极影响